今天我要带来的这个故事是由启发精选的世界优秀畅销绘本 巫婆的孩子 作者是英国的乌尔苏拉琼斯以及罗素艾图 中国译者方素珍花婆婆 其实在董元阿姨心里呢有一个小小的偏爱 方素珍花婆婆翻译的故事我都相当的喜欢 好吧这个故事呢说的是麻烦来了 这是一个刮着大风的日子 巫婆的三个孩子遇到的麻烦 开始今天的故事吧 在一个刮着大风的日子 巫婆的三个孩子来到了公园 鸽子说 小心巫婆的孩子来了 说完他们就飞进了树林 松树说 小心巫婆的孩子来了 有麻烦了 他们全都跑到被风吹得左摇右晃的树上 树上已经非常拥挤了 巫婆的孩子向冰淇淋小姐买冰淇淋 大哥和二姐每人买了两个 三妹买了三个 鸽子对松树说 到目前为止麻烦还没有出现 巫婆的孩子走到池塘边 小美正在玩她的小船呢 一阵风吹呀吹 把小船给吹翻了 不好了 小美尖叫 谁来救救我的小船 就要沉下去了 让我来 大哥说完 就把小美变成了一只青蛙 大哥对青蛙说 快 快点游过去救你的小船吧 变成青蛙的小美 立刻跳下水 真好玩 现在请你把我变回原样吧 可是 可是大哥说 哦 抱歉 我还没有学会那招呢 青蛙听了 不停地哭啊哭啊 哦 这下我们有麻烦了 鸽子咕噜咕噜地叫着 三妹 笑得倒在地上 小美 不用担心 二姐 对青蛙说 来吧 看我的 她把树林变成一座巨大的皇宫 把鸽子变成胖胖的仆人 把松鼠变成帅气的士兵 把冰淇淋车变成金色的南瓜马车 还有把冰淇淋小姐变成一位公主 巫婆的孩子对公主说 那 你呢 去吻这只青蛙吧 公主只好吻了一下青蛙 哦 瞧啊 青蛙立刻变成一位英俊的王子 王子却说 不 不好 我想变回小美 你把我们都变回去吧 公主也怒气冲冲地说 没错 这马车到处都是融化的冰淇淋 你快点把我们变回去 可是二姐说了 哦 这我可没办法 我还没学会那招呢 胖胖的仆人一面叹气 一面对士兵说 我们真的有大麻烦了 三妹呢 三妹还是不停地笑着 一直笑到裤子都撑破了 停 不要笑了 求你了 大家都生气地大叫 快想办法让我们摆脱麻烦吧 三妹不好意思地说 可是我只会一招小小的魔法 那你快试试看呢 于是三妹张开她的嘴巴 大叫一声 妈妈 巫婆骑着她的扫把 从云层当中飞出来了 好吧 妈妈来了 巫婆把英俊的王子变回了小美 把公主变回了冰淇淋小姐 把金色的南瓜马车变回了冰淇淋车 把帅气的士兵变回了松树 把胖胖的仆人变回了鸽子 还把巨大的皇宫变回了树林 大家都非常开心 尤其是三妹 然后巫婆和她的孩子 一起乘着扫把回家去了 巫婆请他们喝了一顿下午茶 大哥二姐 那叫什么本事 还不如三妹来得爽快 但是我想 所有在听这个故事的小朋友 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魔法呢 遇到麻烦的时候就是 妈妈 我再说你 对不对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巫婆的孩子 我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 可以多学一些本领 不要什么事 都求助妈妈 妈妈也不是万能的 好了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